台積電二奈米廠施工不停歇 二十五號也召開環瓶會議聚焦 台積電水電用量問題 討論後宣布通過環瓶檢查 都已經在當時都做過評估 包括他承諾百分之百使用再生水 台積電高雄廠進度再加一 外界看好南臺灣平均薪資更上一層樓 科技大廠陸續進駐 尤其AMD超微宣布投資五十億 蓋研發中心呼聲最高的地點 就在執行長蘇茲峰的老家台南 產業分析師也統計超微工程師 平均月薪十二萬 年薪的中位數也落在兩百萬 若是進駐南臺灣AI人才需求大增 其他企業勢必提高薪資流財 就有人力銀行統計二零二三年各縣市平均月薪 台南四萬高雄三點九萬 在科技產業帶動下近十年台南高雄 薪資漲幅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實際走上高雄街頭觀察 貨車駕駛月薪四萬 房仲徵才也標榜百萬收入 那其實我們也觀察到去年呢 在南科園區它的產值 已經到了1.6兆 超車這個我們的足科1.5兆 所以看起來是後續可期喔 隨著大廠入駐南臺灣平均薪資提高 受到科技業外溢效應影響 人才爭奪戰勢必升溫 三立新聞胡錫悟灰山搞什麼到